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个我们刚刚听了副局长跟我们执行长的一个简介 我真的非常心里非常有感动 尤其刚刚看了那个短片 我发现一个共同理 每一场执行长都去 每一个学校的发表会 或者是他的实作的过程 我们都看得到执行长的声音 这个让我们很感动 你看像有些我们跟一些机构合作 他都说他提前来跟你开个会 然后经费破下来 最终来像我们这样一个成果发表 但是不是 这个光达 他们就是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环节 每一场实作 他们都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所以这点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感谢 但是呢 二点就是小校多 学校多 天香多 我们大概两百 173所国小 170多的国小 大概有四成以上 是那种百人以下的小校 百人以下是每 就是100个人数以6 每个年级只有十几个学生 凑一班都凑不满 但是他还是一班 所以说你的教育资源都很分散 那很多需要很多好朋友一起来 我们在七谷有那个庙山 那是什么林啊 庙什么林啊 庙会居士林 他们来帮忙孩子做客服 在很多地方也有 那所以说我们很多好朋友 尤其像我们对于广达这样有前瞻性 扎根在教育的朋友一起来 那其中在八个PBL的设计课程里面 有关于这个科技的 那有关于社会服务的 这各种面向都有 我们希望未来在这个 为他有机会的三年的合作里面 我们可以开创更多 包括人工智慧 不要讲说人工智慧 一定是大学研究所 所以小朋友他们也非常非常的兴趣 相关的一些课程 那甚至于我们现在 在台南的小学或国中里面 这个机械人设计也都在 在国外比赛成绩也都非常好 那所以说我们这方面也希望加强 那尤其用这样的一个 case study 的方式 来做一个设计学习 我们非常非常 appreciate 非常感谢 也希望将来 能够有更多更多更广更深的合作 能够更广还有更广更大的合作 广达设计学习计划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起源 为什么我们会跟台南市教育局合作呢 这个案例是从我们台南市永康区的复兴国小里面的 一位老师开始说起 这个老师呢 他在三年前自己来报名参加我们广达设计学习计划 那他的这个选择的这个方向呢 就是做科技类的 在设计学习计划我们分成两类 一个是策展类 一个是科技类 那我们这位老师呢 他选择参加的就是科技类 他参加完之后呢 他亲身体验到设计学习带给他的证 跟这个教学上面的这个影响 所以他觉得这个计划 对他的影响非常的大 他愿意跟所有的老师来分享 所以呢 他就跟教育局来推荐这个计划 希望以教育局的这个力量呢 可以把这个计划 介绍给我们台南市所有的这个学校 所以就开启了我们跟台南市教育局的这个合作 那在这个合作里面呢 所以这个计划我们真正是由下而上 从老师觉得这个计划很有趣 很有意义 很有影响力之后 那再由教育局呢 来把它介绍给我们所有的老师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从学校老师到教育局 跟我们民间资源呢 三方面统统整合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 所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起源 那在这个计划学习计划 我们过去这两年呢 跟我们台南市合作 也有非常亮丽的这个成绩 除了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头影片上面的 这个过去的记录 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两年的时间里面就有13所学校 61位老师 然后超过400位的这个同学呢 直接参与这个计划 但是我们还有外溢的这个效果 那这个外溢的效果呢 就是我们有31所学校呢 来参观小朋友的这个成绩 这个学习的成果 然后呢在老师的部分呢 也有300多位老师来参观 那小朋友呢 外溢出来之后 接近1500位的这个小朋友 所以整个计划在影响上面来讲 我觉得是非常大的 那尤其是在过去这两年 我们台南市所有的学校呢 是在广达设计学习计划里面来讲 参加了学校 影响的学生数跟老师数 是最多的一个县市 所以我们深深的体会到 我们这个台南市教学的这个能量 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在这个计划 设计学习计划呢 我们今年已经进入到第11年 那过去10年来 我们这个计划呢 已经产出了 接近160个PBL的这个教学案例 那这些教学案例呢 我想可以给我们教学 现场的老师非常多的这个提法 那这个计划呢 我们非常希望可以结合的 就是在地的一些资源 跟在地的一些问题 所以每一年呢 设计学习计划 我们都会先发想一个议题 那从这个议题出来之后呢 我们请老师成为这个议题的设计师 能够去发掘我们学校当地 跟小朋友生活上面有关的这个问题 从这个问题跟这个议题 当中去结合出来之后 设计一个小朋友呢 可以去完成的任务 那小朋友可能是 一个艺术家跟策展人 或者是小朋友他是一个科学家 他可以去想像 如何用科技数位的这个方式呢 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执行这个计划的过程里面呢 老师跟同学呢 他们就是在完成一个 有意义的真实的任务 那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的小朋友 他们要学习跟培养的 就是素养的 就是关键思维的能力 还有怎么去解决问题的能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团队合作的能力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 他如何自主学习 成为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典范 那老师呢 他自己就变成一个设计的 学习的设计师 他设计小朋友怎么样学习 所以教师的整个风景呢 就会在老师跟小朋友的学 这个教学 跟过去不一样的这个状况之下呢 整个教师的风景做得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了教师上面呢 就是老师会变成是在旁边 看小朋友怎么学习 然后老师站旁边 听小朋友怎么去 把他自己的学习成果表现出来 或者是老师他就是 帮小朋友解决问题的那个人 然后小朋友他会不断把自己的观点提出来 然后呢 能够自己去找答案 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计划里面 看到的一个风景就是小朋友还没上课之前会问老师 老师我什么时候要上广大设计学习计划的课程 然后上完课上了课之后 小朋友说我不想下课 我还要不继续做 我要把我的东西把它做完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让你会觉得学习是被渴望的 那我们真正的在广大设计学习计划里面 看到小朋友他们在学习上面 展现出来的能量是非常的巨大的 那所以接下来呢 这三年里面的这个合作呢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我们跟教育局 还有我们的整个教学的团队 能够把在地的这个PBL相关的教案发展出更多去启发性的这个教案 然后呢 让我们的老师呢 也能够有在地的种子教师的产生 那同时呢 把这些种子教师可以提升上来 变成我们的教练团 那让我们整个台南市的这个国中小的老师呢 都具备有这样子这个创新教学的能力 那我们的小朋友呢 也能够成为这个自主学习最佳的典范 那我们期待未来三年 你们可以看到更亮眼的成果 感谢 谢谢大家 求化时代所需要的生活视野和国际竞争 以上是多巴默的新闻邦报导